我说过明神风雨或天晴 伴你走追索幸福这路径 虽不固定 愿路欣赏又美风景 我与你从前相若无憑征 肯将欢笑与夜声 平贴最好光景 前行什么的试炼 阳仓海变造桑田 任世间调变 我的将来已留位置 跟你说九年 成全美改的自然 曾离别过伤心可团圆 无论心底的理想 有多远 我也想要看你 我给你 做什么 你不是试镜吗?我还打算探望你 我又不知道为何我来 是呀, 來了, 讓人玩 我… 不是我對他有偏見 裡面那群人都覺得他不行 如果你一早覺得他不行的話 你還要浪費時間去玩他 你以為我會這麼無聊勞思動眾 搞這麼大壇去玩那個小妹 原來不行的不止她一個 回來了 是 你又找富貴妹替你戴上身嗎? 這張不是很好嗎? 不要經常弄自己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 你是否想打? 不如看看 不要弄他 剛才大表哥找他做代言人 換衣服試鏡子 真的找他回去做宣傳? 我以為他開玩笑 不是呀, 戴滿冠錦像不錯, 挺有趣 對呀, 其實以恆之前把你的影片放在網上 只是想大表哥知道你有宣傳價值 請你回去而已 你知道大表哥這份人多麼均真 如果他覺得你不行 怎麼會給你機會?浪費時間嗎? 看看你, 你沒嫁過已經幫了別人 你不想他們失去一個這麼好的人才 你失去一個好的機會 他們真心當然相信我 他們的真心只有你一個看到 難怪舅父為何這麼討厭他們 很熱, 你在哪兒呢? 怎麼會?下班還要幫我煮中餐 很爽脆 怎麼了?我怕你會髒了嗎? 不是 對了, 還沒說起一會兒的事 其實我不需要每晚開玩笑的 那不如找一天一起跑步吧 你女朋友嫌你胖子, 你要減肥嗎? 我不操心, 怎麼搭配你呢? 你又越來越熟, 隨時做了代言人 就算是吉魚蛋, 也要搭配你氣 走開吧, 你看你黏黏黏的 我洗完澡了 吃麵 真棒 老闆哥, 明天可以吃嗎? 我知道, 上次律師上那些事 令你無法跟女朋友吃飯 欠你午餐吧? 對 不過只吃麵就有點刮, 外出吃飯好嗎? 你現在多多要求 完美餐廳好嗎? 好, 在那裡觸光晚餐 再煮一個童心麵, 鍾西合璧 夠不夠浪漫嗎? 不錯 那今晚七點鐘了 應該可以的 要去那裡吃, 其實好 糟糕了, 還不適合了 這段時間多吃東西 拿一條裙子, 先放一放 怎麼看的窗簾布? 神經病, 這是裙子 誰知道是裙子嗎? 突然穿裙子, 幹什麼?發笑嗎? 是三十禮物 這麼緊張 你別告訴我, 是你那個阿表弟送給你的 幹什麼?他追求你嗎? 我喜歡你, 我怎麼跟你說吃東西呢? 你要我吃, 我一定會吃 我最聽你的話, 你不說就算了 不過看你春心蕩漾 像這樣, 一定會有了很重要的人 對了, 你有沒有聽過完美餐? 有 很貴的那間, 那些年輕台進 最喜歡帶女生去那裡吃飯 求婚的 真的嗎? 如果有一天我帶你去那裡吃飯 和求婚的話 我希望你給月珠 撿得好一點, 你的樣子 因為你的樣子不撿真的不行 我今晚就可以吃飯了 撿得不撿得及? 當然撿得及, 包在我身上 我經常上網, 留意著行情 總之你放心這個責任交給我 保證我撿完你之後, 漂亮得悲瘋 悲瘋? 當然了, 趕快吃東西就走了 公司多工作, 遲了 古英以恆也說來的 他突然要見我, 他叫我告訴你 不好意思 他不來, 我更開心 即是說那個傻子進了你公司做事 他越來越投入 還可以, 還可以進取一點 有時候你也要學一下贊人才行 其實弟弟已經很勤奮了 那天我跟他喝下午茶 他開口閉口也說公事 對了, 他說你找大門官去試鏡 怎麼樣?是不是證明媽媽說的話 對的呢? 我想他除了打臉和大食之外 真的沒一樣可以 是 是不是你要求過高? 是他質素太低, 不是我說的 是形象顧問和廣告公司的人 的專業意見 那這次不行, 那就下次吧 或者再有機會, 給他吧 他在麵廠做得好好的 根本不需要有什麼機會 媽媽為什麼無緣無故這麼緊張他呢 那次我去麵廠探班 我看他在做麵廠做得很辛苦 你知道吧, 我們做麵廠做了幾十年 我還沒見過有女師傅 何況我們大家都是親戚一場 我真的不忍心他在那兒挨肩底夜 身水身汗 搞得自己, 女生也不像女生 那條路是他自己選的 那有時候可能他沒得選的 爸爸媽媽說沒得選的 做哪一行怎會沒得選的 那算了 反正我不應該經常理你公司的事 那當我沒說過吧 你幹嘛無緣無故穿這條裙子 你當保證的 是不是很難看?很難看我換… 好…很散鏡 你去試鏡嗎? 我約了人吃飯 約了人? 這麼害羞 你約了男生嗎?他是不是追你 你約了哪兒吃飯? 完美餐廳 完美餐廳, 我都很浪漫 你只是在這裡認識, 約了你 他…他還哪有浪漫? 約手, 你不看得我這麼緊張 我遲到了, 我先走了 我今晚回來跟你說 對… 要找男生, 別遲到 他今晚送你回來 叫他請你吃糖水 玩得開心點 老公, 不用差這麼多料了 今晚我們生為人吃飯而已 大滿罐他剛才穿著鳥 若我這樣出去跟男生吃飯 小姐多少位? 我來找朋友的 隨便吧 你朋友嗎? 我替你介紹一下 我師妹, Melody, 這個 老公, 我的表姐是何家門 我們全家人都叫他大滿罐 大滿罐, 你好 Roku經常提起你 他說你很喜歡吃東西 是呀, 他剛才贏了吃麵比賽 吃得一口都是一條鯨魚 你上網可以看得上 媽, 你這麼厲害? 真的要上網看看 這麼醜, 不用看了 是呀, 今天真的麻煩你了 麻煩我? 是呀 待會兒你有機會大展身手 老公, 這間餐廳是Melody的爸爸開的 他吃過的童心麵, 說好吃 所有特地叫你來煮給大家吃 順便說一下煮麵的心得 我什麼都準備好了 你叫我來, 就是煮麵給你們吃 為什麼你不早點跟我說 先過來 對不起, 我今早說完電話 你便走了 我以為你煮熟, 不用什麼準備功夫 那我後來跟Melody看完電話 我又不記得通知你 Melody是不是比照相好多好? 活該, 我暗影了她這麼久 幹什麼?你不是生氣我吧? 你以為我約你來吃飯了? 神經病, 你怎麼會帶我來這餐廳吃飯? 我是我們老表 一看你穿成這樣就知道你夠兄弟了 總之這餐就當我還給你了 我下半身的幸福全都在你手上 那我先去廚房準備一下 吃飯了, 快點去, 快點 老公, 回去吧, 老爺 讓大妹妹知道我們出來了, 會死我 我們會跟他說 剛好就這麼巧, 來這裡買東西就行了 怎麼會相信? 我真的想知道大妹妹那男生是誰 是不是面廠那個? 招職問?我看不太多了 我問了他幾次了 他每次都發生了, 你說不是 你這樣吧, 等他回到家裡 我們才問他, 好嗎?走吧, 好嗎? 我怕他在網上亂認識別人 回到家才問, 怎麼被人寫一隻居? 不行… 我答應你 我們看到那個男生是什麼樣子 我們要馬上走, 好嗎? 好… 為什麼你不見大滿貫? 這麼巧?老公, 你看看 阿威 真像 他是不是跟女朋友在一起? 我們是找大滿貫的 老婆, 你是不是聽到大滿貫 約一個男生在這裡吃飯? 是, 他說是完美餐廳, 就在這裡 別裝了, 又去問阿威 看不見大滿貫就行了 老公…我剛才想起 先頭大滿貫出門的時候 穿了一條格仔裙 是幾年前Roy送給的一份生日禮物 他一向當這條裙子是補的 我之前不信心淋水下去 又罵了一隻跡 無緣無故把這條裙子找出來 他遇上了Roy? 怎麼會? 我會跟人家來撐抬腳, 不會的 究竟大滿貫去了哪裡? 在這裡就行了 是呀 大滿貫, 你現在去哪裡? 我…我在廚房 你在廚房? 你在那個什麼完美餐廳廚房? 回來再說吧 喂… 他從來都不會咳嗽我腺的 一定有點不妥 你先送老爸回去, 我去找大滿貫 那他在廚房幹什麼? 老公, 不如回家再算吧 我很快就回家了, 你先送老爸回去 我有分數了 老爺, 那我們回去吧 大滿貫官, 你怎麼會在這裡? 怎麼會在這裡? 你不是約了人吃飯嗎? 怎麼會在廚房工作? 我剛才看到Wall, 你表嫂說你約了男生吃飯 那個人是不是Wall? 你知道了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的? 先生, 你怎麼用來的? 不好意思, 我表哥和我一起煮麵 煮完麵就走了 我待會會跟Melody小姐說 我讓你們兩個小心點 Melody?外面的女生就是Melody? 阿威一直暗戀的那個? 阿威, 那我約了誰? 為何要你在這裡煮麵? 你別管我, 你走吧 你被人欺負, 我怎麼可以不理呢? 不行, 我們出去問Wall 究竟喜歡誰? 房東姐說, 根本與你無關 你一場誤會 他女朋友喜歡吃我煮的麵 就叫我過來煮給他吃 與她無關的事 那怎麼會這樣? 我已經覺得自己很軟 我答應過他的事 我一定會做 我煮完麵會走的, 你走吧 你走開 你別管我 等我幫你煮 我知道你想好頭好味 不想讓Wall知道 你給麵等我幫你煮 煮完之後 我和你隔壁的酒店一起吃廁所餐 好嗎? 大夫, 為何在這裡? 你在做什麼?跟叔叔吃飯嗎? 你當沒見到我? 什麼事? 你自己做什麼自己知道 我做了什麼? 什麼事?Roy 我也想知道 你過來 這個是Melody 這個大哥大豐收 原來你叫你大哥和大滿館 一起煮麵給我吃 想不到你說我做那麼多事 真的辛苦你了 我真忍不住了, 你都離譜了 你不喜歡大滿館 你就不會約他來這個餐廳 讓他回錯意 還要他行處拋眼淚 轉變給你女朋友吃 他回錯意? 我想他的意思是大滿館 誤會你喜歡他 我怎麼會喜歡大滿館 我們是兩兄弟 對了 對了, 大豐收說我喜歡你 你快幫我澄清一下 你的裙子這麼熟口臉? 你記得 這裙子是你送給我做生日禮物的 是, 是我送給你的 本來這裙子我送給Melody 但是她拒絕了我 剛好你那天生日 我就送給你 對, 原來你不是送給大滿館 做生日禮物的 你早就說嘛 讓大滿館誤會你, 我又怪錯你 我怎麼知道一條窮子搞出這麼多事 他煮了很久了 不如我去看看他好不好?老公 不要, 事情是你爆出來的 他生氣了你未定 那我去吧, 他不敢罵我 每個人都不准去 他第一次失戀是比較傷心的 給我機會去發洩一下 靜靜的可能會沒事 吃飯 大滿館, 你喜歡看那套劇就做了 糟了, 忘了幫我開教室 我剛才經過生果店 那個生果佬給我一張貼貼 原來他兒子娶媳婦 還記得他是誰的兒子嗎? 來, 和阿威和他… 吃飯就把嘴巴塞住了, 說這麼多話 對了, 你還記得嗎? 我們很久沒去過西貢那間吃豆腐花 不如我們吃完飯一起去吧 我吃飽了, 我等客室 這麼快吃飽了? 吃吧, 不知道是不是冤家老責了 真的不知道啦 我們都看著 而已… 你說… 太可樂了 你好… shrink困在一起去 pallor、 草腩 這個兒子 一個偶像 全家福的照片, 廣告公司已經發出來了 還有下一輯廣告的想法 希望你給意見 還有什麼今天要處理的? 這份是美國代理寫來的檔案 裡面有詳盡的合作細緻和計劃 你看過之後覺得怎麼樣? 非常合理, 比我們的自由度非常大 對我們拓展海外市場非常有幫助 我們可以進一步跟他談刷帳的細節 真是想不到 美國那邊故意發電郵過來看大門館 他說對他打臉的印象很難看 希望可以請到他過去做表演的嘉賓 大門真的這麼有影響你? 難道我們真的要找他做代言人? 鷹先生, 你不是沒有給他機會 但是看他的表情真的不行 他最不行的不是表情, 是腦袋 柔衛 是 翁先生, 你等一等 怎麼樣? 剛剛收到一份速遞 是華福地產傳來的合約 想你盡快簽和 另外美國代理商和港公公司 也有打理 說想你看完檔案之後 再盡快回覆他們 讓他們可以下洗碗子 我今天會盡快回覆他們 我會把文件拿上車, 走 這麼亂盡的 對不起, 翁先生… 對不起, 快點, 快點 你看完資料, 趕快上來和你聊 還有華福那份盒要保持好 資料流出去, 我們的損失可以很大 我不想這次合作有任何閃失 是 你看什麼?進去了多久? 翁先生, 我剛到他而已 進來也不說話?偷聽我說話? 是嗎?你也很貴處而已 翁先生, 我沒心意的 因為亮哥不在這裡 我打算上來帶你下廠 誰知道原來你們倆在聊正經事 所以我就不敢騷擾你們了 以後亮不在這裡, 叫萬家封待他 我不是每個人都上去過 不好意思, 翁先生, 剛才有事走開 因為你新的那批麵粉有些問題 我全都沒了, 我給你一個新產記錄 翁先生, 你看 你被人生死了, 什麼事? 有事被人生死了, 必須理由 忍耐一下 讓我們牛榜面做出成績 他掌領也來不及 到時候才算, 我先回去做事 大風修, 那個來吧 是 翁先生, 聽聽大風修 說說牛榜面的生產進度 是, 翁先生 我們用新的機器關係 牛榜面的成本剩下了一成 有些事, 我很信心 各位, 我很有信心 下一個街見, 我們會做得更好 鄧風官, 鄧風官… 鄧風官, 對不起 你小心點 我沒心, 對不起 你沒心在這裡做, 就不要做了 師傅, 你幹嘛不開心?你別這樣 要不這樣, 最多連我的雞腿也給你吃 你笑吧 我連我的雞腿也沒有胃口吃 不是吧?你跟我說過 你除了病和睡覺之外 你不會不想吃東西, 你沒事吧? 不要問 怎麼了?你和你那個 阿娥表弟的祝哥晚餐壞了? 都說不要問了, 八婆 你打我吧… 如果你打完我開心一點 我一定會讓你打 不過你也要知道自己壞了嗎? 你到底沒穿那條裙子 還是沒化我教你化的妝容? 你知不知道, 就是那條裙子出事 最初是你, 說什麼那個完美餐廳 是拍拖性地 弄得我誤會了 現在連兄弟都沒得做了 我帶回去吃, 你先吃吧 不要了, 我趕著去點火, 你慢慢來 你做錯事, 我不會就這樣算了 我不做也做了, 你是不是想解僱我? 我打算給你一個機會將功補過 你也挺聰明 上次參觀面廠的那個外國客 他很欣賞你 他認為你可以當我們的代言人 雖然我不太接受 但是客人喜歡你, 我也沒辦法 不過我始終認為你需要包裝一下 我說過了, 我不做了 你是不是還介意上次那件事? 人家都是實話實說 你不需要擺在心裡 其實我真的介意別人怎麼看我 無論我怎麼化, 做什麼都好 沒有人會喜歡我, 沒有人會覺得我漂亮 我自己讀得輸小, 但我有自知之明 我不是要你做香港小姐 我是要你做… 我都說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做了 我只是想靜靜地做一面而已 你一向都覺得我不行 為什麼你現在要逼我? 廉先生, 提你約了精肉入口相見面 老華福那份合約給我看 不是, 面見了嗎? 不是, 我明明擺在這裡, 我… 為什麼? 你剛才有沒有去過哪裡? 我剛才去過廁所 還是你下去吃煙? 你有沒有搞錯? 你做的有沒有去分輕重? 對不起, 先生 請問黃鴻有沒有在這裡出入口? 對不起 她的房間在這裡, 其實出入口很正常 發生什麼事? 我跟你說, 我不見了那份經歷文件 就是說除了我和Ken之外 我以為你什麼都聽見了 麻煩你, 拿一份華福那份合約出來 廉先生, 什麼經歷文件?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這些東西騙到我, 爸騙不到我 你別讓我報警 廉先生, 我真的沒拿過你的東西 整間廠都知道你紅燈屎也不偷吃 他怎麼會拿你的東西? 還有, 他拿來幹什麼? 你認識他多久? 你怎麼知道不是他偷? 有, 他在這裡六年了 他有沒有試過手這麼不乾淨? 六年? 真的一點也不簡單 你被人說靠妹妹在這裡吃軟飯 聽了那麼多閒言閒語, 聽了六年 如果一點怨氣都沒有 你不就無能, 要不就想拌油水 你究竟是哪一樣的? 你知不知道 他把文件賣給我敵對公司賺多錢 足足夠多吃六年 我知道你一向看我不順眼 所以我不懷疑你, 我懷疑誰 翁先生, 看來 好像是你… 好像是你看我不順眼多一點 你可不可以說道理嗎? 你無憑無據, 你就不可以說人家偷東西 那份文件, 你可能知道哪裡不見了 你找清楚了沒有? 如果在資料試流出去 令我和華福的合作告吹 我第一個找你開刀 不好意思, 翁先生 約了一個精控箱夠重的 打給Michelle, 叫他準備好 等我消息 是 都沒見過, 這麼不廣道理 阿鴻, 你別做到, 當他唱歌 那我當然馬上找, 待會打給你 不要這樣 如果影片按照你這樣說, 這樣剪輯 那個想法就會變得更多 你待會進去跟我哥哥說話 Michelle 你怎麼了? Kate剛才打回來 說不見了華福的紀錄文件 現在翁先生生氣得想殺人 冷靜點 那份文件是不是經理手給翁先生? 是呀, 我今天早上出去的時候 我給他 那今天翁先生的計劃是怎樣的? 會不會去過什麼地方留下了? 我好像看見那份文件放在外面上 會不會今天Kent打了一張花瓶之後 他把文件放在外面上之後 承諾文件, 過OA一次過送出去 你先別想了, 打給OA問一問 還有, 要儘快截住那份文件 不能讓他先打開 知道了, 西翁先生 對了, 那位大帽子 把那份文件放在將人房的文件上 我會盡快拿回來送給大表哥 不用擔心, 再見 等了很久了 楊先生, 阿Ken, Michelle說ま家父去了 拿一份文件 回來沒有? 還沒有, 楊先生 怎麼會讓他去呢?早就叫我OA去 好像說萬少姐只帶機密文件 想著跟着送去適合一點 就是因為機密文件才不能讓他去 我怎知道他會做甚麼 對不起 怎麼弄成這樣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的文件呢? 你有沒有看到? 你覺得我會偷看文件嗎? 先上車, 我在那邊 如果我有個朋友像你那樣重疑心 甚麼都疑勝疑鬼 我想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相處 所以我們就不是朋友了 請問我們的總裁 你介意把我這個小職員送回市區? 我陪你去醫院 你知道我真的受傷了 你不怕我騙你, 純粹想騙共傷 作為你的上司 你受傷我是要負全責的 對了, 你別在這裡跟我爭辯 那你也別跟我爭辯了 我不去醫院了, 我要看鐵打 要你陪我來快餐店 還要你招呼我, 怎麼好意思? 你很少來這些地方吧? 我以前在一個國讀書的時候 也有在麵店捧過麵 我不是什麼公子哥兒 別總是好像很了解我似的 有一件事我是敢肯定的 就是我在你身邊經常受傷 對了, 怎麼搞得我好像經常欠了你 不過無論如何 你今天幫我找回文件 上次又幫我勸電爸爸拍 那個全家福的廣告片 我無論如何都要跟你說聲謝謝 那今餐就你請的了 吃東西吧 謝謝 我發臉有東西嗎? 我和以恆看過全家福的影片 其實整個感覺拍得很好, 很溫馨 不過這麼多人之中 笑得最含蓄的就是你 就像自己的樣子 我一向都是這樣 我想有些事情你不太了解自己 拍片的時候, 其實我拍了一些花絲 給你看看 坦白說, 大表哥 認識你這麼多年 我沒見過你笑成這樣 其實挺有魅力的 不准看, 要沒收 不是吧?讚你也不喜歡 比你平時這樣更好, 黑臉 總之這段影片不准流出去 我閒你今晚之內, 送回來給我 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是老闆, 免得你解僱我 快點吃, 吃完送你回家 好, 要不然以恆有投訴我 這麼晚都不睡嗎? 聽說今天公司發生很多事吧 阿福的事情我解決了 我不問你, 不說 別以為我小公司什麼都不知道 我沒想過瞞你 有什麼可以瞞倒你呢? 是男人說你知, 還是女人說? 是呀, 忠說他們 與他們無關他們兄妹倆的事 你怪錯了人 如果你怪錯人 可以說他對不起, 行不行嗎? 那個黃黃鬼鬼祟祟偷聽的說話 我才懷疑他 你要我跟他說對不起? 那個女人破壞我們家庭的幸福 那你就要叩頭替我認錯了 那之前你妹妹和你婆婆弄得我沒面子 我忍著氣, 要跟你拍廣告 你不分股份給阿平 那我不分給他, 還想怎樣? 你經常怪貓做什麼? 之前的事情大家一人一步 我都不想為了他們做 但是今天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那個黃紅一點都不簡單 他在大陸讀機械工程 在香港真的不一人找工作 他聽了這麼多閒言閒語 在公司裡屈了六年這麼久 一個男人沒有尊嚴, 什麼都做得出 我們現在跟養隻狼在身邊有什麼分別? 那你自己聘請萬家幾個人 進公司工作, 那就馬上引狼入室了 對, 家裡沒什麼事, 那些人貪得無厭 遲天把公司搞得一模糊 我請的事我自然會盯緊 盯緊 我們是盯緊的那個萬家庫嗎? 現在萬家庫哄得你弟弟塌塌 現在就相安無事 遲天發生什麼事沒人知道 華福那份文件 都是萬家庫鋪在他的腳踝找回來 總之我跟你說 我不會讓任何人, 包括萬家的人 破壞公司和我家 你記住, 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 我當似雙殘人士那樣才行 什麼?本來我想買個輪椅給你 但我想想也不好了 如果你有什麼事 我可以立刻扶著你, 親切好多 對不起, 我知道本來你打算 今天一起去行山 不去行山, 游車是一樣的 不可以去新街, 行了 昨天我跟你一哥真的游得飽 那就錯了錯了 可以讓他知道你的為人是怎樣 他也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差 你們昨晚做了什麼? 怎麼今早在出門口的時候 我跟你說的一模一樣? 吃完食物就告訴你 點一杯果汁算了嗎? 你別餓了, 肚子餓 其實不妨跟你直說 最近你真是胖了 糟糕了, 你一向都知道我大吃 可否去旺角都是一串魚丹 一串燒賣? 我知道你了 要你減肥的話, 你一定會生我的 臭小子 今天早上我去買的 有很多店舖還沒開門 我特地求求他們就做出來給我肥 如果有麥加的眼睛就完美 沒問題 真的嗎? 很可愛, 怎麼買的? 什麼買的? 我特地求求廠房的同學 幫我背過出來的 你這麼喜歡吃雞蛋仔 你平時可以在家裡蒸來吃 不過, 要餵我吃 吃 這個東西真的… 早安 Pisci小姐, 早安 雙腳沒事吧? 我扭傷了一點, 好了很多 有心了 Pisci小姐, 你這個人真是好 經常都這麼開心 哪個水就是你, 真是又福了 對了, 這兩天雙腳千萬不要濕水 否則風下雨就手未長了 謝謝 不趕緊, 不趕緊, 先做事 謝謝 其實鐵打師父的醫生指我接受 你可以請假的 沒事, 我昨天跟阿姨一樣游車河 對了, 我收到你的影片 如果你下次私底下拍攝要跟我說 因為那天在拍廣告 始終都是公事 你想延遲了這段影片嗎? 我想說, 如果你想拍攝 正式拿一部大機拍攝 做製作特輯, 當作宣傳一部份 因為你有些角度拍得不錯 好, 下次有需要的話隨時找我 還有, 我已經正式邀請大門冠 做我們公司的代言人 但他拒絕了, 他好像沒什麼自信 其實他最近有點心事 可能心情不太好 是不是感情問題? 我不方便說 你回答我了 我試試幫你勸大門冠 麻煩你 嘗嘗, 蟑螂 大門冠 你看夠了嗎? 我來跟他談公事 我還沒跟你說了 我不會做什麼代言人 你別再煩我了 況且現在是我私人的時間 我已經下班了 你進去廁所 我照照鏡子看你自己像什麼 女生不像女生, 穿得烏烏烏烏的 你打算一輩子吃過嗎? 神經病 那天在這裡打臉的大門冠去哪兒 雖然很粗魯, 但很有自信 我不知道你因為什麼事被人打殘了 令他整個人都頂了 你真是很軟 我的事不關你的事 但你家裡的事關你的事吧? 你又想怎樣?你別搞他們了 如果你肯答應做我公司的代言人 除了牛榜面 我還可以讓大鋒修開多一條新產線 當然, 要他的思考得思得 你說真的? 你認識外人都知道我不喜歡開玩笑 只要你一額頭, 你全家都會有好處 你進來萬昌盛也是想這樣 如果你肯讓我撿一下外形 我想很多人都會對你另眼相看 包括在你身邊 你一直很想去欣賞你的人 你明白我說什麼了 招職民現在在品檢部在打閘 他是我小徒弟, 我答應過他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埋飛機 他可以跟我學做事 你知道我想怎樣了 夠膽跟我說條件 我學你而已 好, 跟我來 選擇 不如走吧 你去哪兒呢? 衣服不太適合我, 幫你走吧 是, 我問你 如果有一個窮人 他想吃你做的童心麵 你賣不賣給他? 窮人也可以吃好東西 不可以歧視別人 那倒是 我們欣賞他的設計師 進來買他的東西 怎麼會被人歧視呢? 挺直腰, 抬高頭 當人光明磊落, 堂堂正正 沒有人會歧視你 我不是要你變成一個美女 我是想你變成一種正常年輕女 應有的活力 你好 兩位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其實他身材不太差 但我要突出他的線條 我想他打扮得比較中性 但又帶有少女的味道 最重要是比較新鮮 其實這位小姐的樣子和身形 很多衣服都可以持續到 我現在進去馬上拿給你 你等等 他讚我嗎? 不是吧? 別人說話又相信, 我說話又不相信 你的就是歧視 老闆, 你找什麼? 大風修, 你起床 別坐著我包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衣服 我今天去九龍城探望舊街坊 經過一間出入開公司買的 大滿官這段的心情不太好 我就哄哄她 我聽說她穿紅色衣服的心情比較漂亮 老爺, 這些衣服適合大滿盤穿 讓我喝嗎?謝謝媳婦 謝謝… 喝完茶, 吃飯吃飯吃飯 富貴妹, 你真不乖 我回來了 你又買了新衣服嗎? 這個套子行不行? 這個是大表哥幫我收拾的 我從今天開始 就會做萬倉性的代言人 之前你不是說死也不肯做嗎? 為什麼現在又做? 大表哥說我條件不差 不知道為什麼我對自己沒什麼自信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要改變自己 他想你跟他賺錢 那什麼話可以說出來騙你 舅舅, 你真是說我襲擊 老爺, 你又不能抹失大本館的功勞 那個美國代理商 他真的看了他的表演 我才由方面做的 有公司重用他, 也應該 對了, 但是表哥這份人 沒有百分百他也不會做的 他選擇了大滿冠 就證明我們應該開心 沒錯, 你看大滿冠今天 多閃爍 爸爸, 買衣服給你, 快點過來 不用了, 他以後都不穿這些衣服 這麼頑皮, 收起來吧 謝謝爸爸 什麼?這些衣服我拍廣告才會穿 這些我每天都會穿 因為是賣賣賣的 你是不是很乖 你真是… 多點買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